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前醫師事實上山藥具有天然腸胃藥的一定的功能 沒有錯 尤其是如果你給一個胃腸科醫師來選 什麼食物來顧腸胃最好 這個山藥一定是排名前三名的食物 我先來講一個案例 他是跟大家來看看他是什麼疾病 他是一個差不多六十歲的一個 他也不是病患 他是陪病的家屬 他是在我們醫院裡面 他的老公住院 然後他在醫院照顧他 然後照顧了好幾天之後 有一天就是他就在我們的走廊 然後他來找我很神秘的 而且感覺臉有點憂愁的 來問我一些問題 那我就覺得說他的面色很奇怪 我就跟他說 你的老公呢整個病情有改善啊 可是為什麼你看起來臉很玉卒的樣子 他就說我最近晚上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半夜在旁邊睡覺的時候 到兩三點的時候就會覺得兇悶 整個都喘不過氣來 然後我說那接下來怎麼辦 他說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不曉得為什麼 然後我就趕快坐起來 然後到護理站去 然後去跟他要一杯水喝 喝完之後才舒服了一點 又再坐個半個小時 才有辦法下去睡覺 我說聽起來是這樣子啊 他說那你怎麼那麼憂愁 他說我聽說醫院不太乾淨 他就覺得說我這樣躺在那邊 是不是感覺很像被什麼壓住這樣子 我說你們想問問看 這邊是不是以前有出過什麼事情 我說你想太多了 聽你這個描述就是 就這點就很像是胃食道逆流嘛 你這個就是在半夜睡覺睡到一半 整個胃酸逆流上來 導致你有一些胸悶的症狀啊 所以你那胸悶胸痛的不舒服 胃食道逆流這個症狀很像鬼壓床 很像鬼壓床 所以那些鬼故事當中的鬼壓床 搞不好都是應該看腸胃科醫生 改善胃食道逆流 對啊對啊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很典型的 到胃酸到喉嚨去 他有時候就只有在胸部這個地方 所以尤其是半夜躺下來 這樣胃裡面的食物 這樣在半夜的時候就逆流過來 那正於胃食道逆流的話 有些飲食上我就先叫他 先把一些問題先特別要注意 譬如說我們有咖啡啦 酒精啊 尤其是咖啡 其實茶也會啦 就增加有咖啡因的話 會增加胃酸的分泌 那像辛辣食物 甜食跟油膩的食物 這幾項呢 就是針對胃食道逆流病患 他一定是要先特別戒掉的 那另外的話 我們可以推薦他剛剛提到的這個山藥 為什麼山藥有固殘胃呢 我們來跟他講說 他有主要是有三個營養素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山藥這個燥乾 山藥燥乾的話 他是他可以預防我們的 我們的消炎脂痛 要引起的胃潰瘍 第二個的話 我想大家都知道 因為他就是有一個叫年多糖 譬如說我們像日本山藥 在做菜的時候 就很黏嘛 很黏 有那個黏液呢 他就有天然可以保護胃部的功能 那另外還有叫尿囊素 他一樣他是可以 有一點抗菌 抗發炎的效果 那所以說 我覺得山藥是一個 很好護胃的食物 山藥除了有助於 我們胃黏膜的形成之外 事實上這個有一句俗話說 胃黏膜如果修復不好的話 胃一輩子都不會好 今天要來講一個 一個重要不可以輕負的症狀 就是消化不良 怎麼說呢 就是有個75歲的一個 那算老先生 他大概三個月來 常常覺得自己消化不良 就是東西吃下去 就覺得肚子脹脹的 而且他胃口越來越差 他都覺得自己胃也沒有不舒服 他覺得這叫做消化不良 然後他就不願意去就醫 然後他想說 我真的會痛的時候 再去醫院好了 他就這樣子想 就沒想到有一天發生個狀況 就是他在家裡突然暈倒 突然倒 就突然就是突然很快 倒在地上的時候 就喪失了意識 然後就撞到頭部這樣子 他家人就很擔心 就趕快送到急診區 急診大概第一時間 大概就看看是不是腦出血 因為很多人這樣 突然意識喪失是腦出血 然後還好電腦斷層 做起來腦是正常 不過抽血起來 他的血色素掉到4 是一個很大量的出血 導致的結果 然後於是他們就幫他 安排一個胃鏡檢查 胃鏡檢查出來 發現是一個胃癌 我那時候幫他做胃鏡的時候 他的胃癌大概有10公分 大概是從我們這個 我們的胃 我們的胃大概幾公分 胃的他的長度 他的彈性很大 大胃王就很大 然後小秒胃就很小 那他似乎從我們的胃體 一直到我們的噴門的地方 整個在那邊都是腫瘤占據 而且還在出血 我們在幫他一邊做檢查的時候 他還一邊在出血 那這個時候的這個時候 我們就跟他說說 其實你平常那種消化不良的症狀 就是一個胃癌的一個前兆 並不見得是所有胃潰癌 或胃癌的人都會胃痛 那像我們的胃呢 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說我們胃平常 我們是會分泌我們的胃酸 跟我們的胃蛋白酶 就是會來消化我們的蛋白質 他算是一個酵素 但是呢 我們的你會想說 我們的胃可以消化 我們這些食物進來 他這些胃酸跟胃蛋白酶 為什麼不會侵蝕我們的胃壁 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我們有個叫黏膜層 對 黏膜層的話 我們的胃壁上的黏膜層 他會分泌這個黏液 就是我們的糖蛋白 這個糖蛋白會在我們的胃的表面 會形成一個天然的保護膜 就是我們身體保護 我們自己胃的機制 所以說我們吃下去 當我們胃酸增加 或吃到很多辛辣的食物的時候 這些黏膜會受到保護 不過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亂吃東西的時候 這些黏膜還是會消失 所以說黏膜對我們的胃壁的保護 非常重要 像有些人胃不好 不見得只是胃酸多 有時候是黏膜太少